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人真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发现,安度晚年没有那么容易。家家跟我说,婆婆当时就想在晚年找一个老伴,种种花种种草一起安度晚年。可这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一直到现在,婆婆都对那时候儿女的反对耿耿于怀,在想想婆婆为幸福做出的斗争,她就感到难过。 每次去老家看婆婆,婆婆都跟她感慨,这女人过了六十岁,想安度晚年重新获得幸福真的不容易。 等你老了,千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懦弱,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幸福这件事,多大都不算晚。 虽说你是我的儿媳妇,但我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不仅希望你现在幸福,还希望你晚年也能幸福。 家家想起十年前,五十多岁的婆婆担任起照顾自己女儿的情景。 婆婆买菜做饭,洗衣托地,有了婆婆在,家里总是干干净净,她几次想给婆婆钱,都被婆婆拒绝。 很多朋友都说这是当婆婆应该做的事情,不用跟婆婆客气。 可在家家看来,早年丧夫的婆婆让人疼惜,一手把几个儿女拉着大,老了还得带孙子,这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付出,着实不容易,身为儿女,不能只索取不付出。 她那时候早就想给婆婆找个归宿,她想过,等孩子大了。 婆婆也老了,不可能再做这些活,那时候婆婆肯定不愿意在城里住。 如果婆婆孤身一人回到老家,万一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身边连个知心人都没有,这漫漫长夜该如何度过。 可那时候她提出这个想法,所有人都不同意,自己老公竟然也不同意,按照自己老公的说法,就是这么大年纪了。 再婚会让人笑话。 老人想安度晚年可以,每个兄弟姐妹家住半年就好了,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伴,让人耻笑为老不尊。 家家无奈于婆婆这几个儿女的迂腐思想,又加上婆婆还没有心仪的老伴,只好作罢。 但是惊喜的是,婆婆在回到老家的那一年,真的与一个多年的好友有了组成一个家庭互相扶持度过余生的想法。 这让除了家家之外的所有人感到震惊,并不惜轮番说教劝说婆婆不要走这一步路。 但腿长在婆婆自己身上,婆婆不顾众人反对去领了结婚证。 从此二婚的婆婆成了众矢之地,几个儿女争着抢着要房子的继承权,逼着婆婆写遗嘱,家产绝不分给外人。 婆婆以绝食等苦苦相逼,才让这几个儿女不插手她自己的婚姻。 家家势单力薄,只能帮婆婆说几句好话。 如今,婆婆也终于算是得偿所愿,虽然二婚的经历十分坎坷,但结局算是好的。 家家在跟其他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部分朋友都表示, 这个年龄在二婚,确实难以让人接受。 朋友大猫说,她婆婆在六十岁时,也曾想过晚年在二婚。 婆婆找的老伴是一个退休教师,人很好,一双儿女也很支持两个老人相依为命,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能够感受到婚姻的幸福。 可婆婆这边所有亲戚都拼命反对,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几两股。 最后,婆婆迫于压力,真的放弃了进入婚姻的最后一次机会。 同时断绝了和儿女的往来,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老家。 忙于工作的儿女以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 更以为母亲已经放下这段感情,依旧一年回家两次。 她们从未参与过母亲的晚年生活,不知道她们的母亲这几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依然以为母亲还是以前那个无所不能的母亲。 等到母亲生日兄弟姐妹再次在母亲家相聚的时候, 才发现母亲眼睛已经病到看不见的程度, 还经常小便失禁, 最后一检查, 才知道母亲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综合症。 大猫说,如果不是婆婆的儿女们阻碍她们母亲的幸福, 事情不会发展到如今这样糟糕的地步, 或许还能和新老伴安度晚年。 如今事情出了, 所有人都已工作忙, 经济条件不够好为由不愿意负责, 大猫和老公只能肩负起照顾老人的重担。 对于过了六十岁的女人来说, 安度晚年真的没那么容易。 想轻松, 却还要为儿女为孙子孙女继续付出, 想幸福, 还要遭受外人的白眼, 儿女的不理解。 其实, 从我们步入老年来说, 生命就已经时日无多。 明天和意外, 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杜边纯一曾说, 老年人最好心态的保鲜方法, 就是让自己处于爱与被爱当中, 我们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穿得花枝招展也无所谓, 爱得轰轰烈烈更无所畏惧。 而安度晚年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喜欢的事情, 包括自由的时间, 自由的恋爱, 喜欢的大声说出来, 讨厌的也大声说出来, 不要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 最后想提醒身为子女的人们, 在你们心中父母晚年二婚是折腾, 但在父母心中二婚或许可以让他们安度晚年。 都啥年代了, 还有人有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思想。 没有儿子的男人, 觉得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如亲侄子好, 宁愿把自己半生积蓄给侄子买房结婚, 也不愿拿出来给自己的亲女儿花。 我是宁小青, 今年53岁, 退休三年, 每月有2100多的退休工资。 三年前, 女儿考上研究生, 前夫不愿给出每年一万多的学费, 却把30万积蓄给亲侄子买房结婚, 我不同意, 他给了我一巴掌。 我结束26年的婚姻, 房子归我, 前夫搬回公婆家, 我供女儿读研。 退休后, 为了让女儿安心读研, 我退而不休打两份工。 一份给社区78岁阿姨做终点工, 一份社区外商铺早餐店里的小时工。 女儿在我支持下读完研究生, 也找到了理想工作, 还给我领回未来女婿。 在我们欢聚一堂时, 前夫敲门哭诉着让我给她开门, 请求我收留她。 我和前夫属于大院子弟, 父母都在一个系统, 彼此知根知底。 继校毕业后, 前夫的大姐跟我相识, 撮合我和前夫在一起。 我们那时只要领证结婚, 单位都给分配一套福利房。 每过几年盖新房后, 大家再按照工作年限和职务加分, 再调换。 我和前夫在房改前, 历经两次调房, 最后分到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 这里既有前夫的职务加分, 也有前公婆的权利加分。 当时, 我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工作上没有经历过什么苦活累活。 生活上也没有缺钱的日子, 我认为, 日子就这样没满地过下去。 五十岁那年, 我家发生了三件大事, 有喜有悲, 也是我人生的转折。 我终于熬到退休, 工人岗位的女性, 五十岁就退休享福了。 想着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可以肆意潇洒地出去游玩。 女儿考上了研究生, 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不论别人如何说考工上按笔读言好, 我认为多读书是人生最好的事。 然而, 我和女儿的大喜, 却被前夫的一个决定给破坏。 前夫侄子买婚房, 他家人商议, 就我家没儿子, 缺的钱就我们家补齐。 没人跟我商议, 前夫直接把积攒半生的三十万转给侄子。 对我女儿说, 女孩子, 读什么研究生, 早点去工作, 找人结婚是正经事。 看着女儿哭红的双眼, 我跟前夫大吵一架, 告诉他两个选择, 要不把钱要回来, 要不就是离婚。 当我和女儿到前夫父母家要钱, 前夫不仅骂我们, 还给了我一巴掌。 大姑姐说, 让前夫侄子给我写借条, 前夫说, 侄子花叔叔的钱又咋了。 一场闹剧, 以我的婚姻解体告终。 房子归我, 家里剩余的积蓄均分。 本想着给女儿要一份, 前夫说没有, 否则就耗着。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女儿的未来。 我同意离婚。 前夫搬到自己父母家居住, 他觉得自己很牛气。 他觉得自己在找个年轻的女人, 没准还能老树开花, 生个儿子。 三年过去, 他不仅没有找到年轻女人生儿子, 还被父母赶出来。 因前夫另一个侄子要结婚, 把前夫的父母送去养老院, 把房子腾出来。 前夫没地方居住, 他们出主意, 说我离婚三年没有再找, 一定是在等他。 想想, 都觉得好笑, 为啥有些人就这么自信? 女人离婚, 不再找, 不过是看清了三个现实。 一是婚姻对于女人来说, 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生活必需品。 二是女人经历一次婚姻, 离婚对于女人就是重生, 绝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三是, 我有女儿, 不必为自己寻找养老靠山,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靠山。 至于前夫, 他跟我已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套房子在我一个人名下。 我提出条件, 算一下这么多年, 前夫出了多少钱, 收回来, 再考虑复婚。 前夫说, 如果自己有钱, 也不至于找我手留。 我说, 自己不是垃圾回收站。 关门吃饭, 前夫哭求我开门, 我只能给物业打电话, 再不走, 我就报警。 不是我很心, 也不是我小气, 是他们这种看不起女儿的行为, 让我不原谅。 我就不细数年轻时, 公婆如何对待我家女儿, 那是过去的事情。 再就是, 公婆的钱, 给女儿是情分, 不给是人家的自由。 但前夫不顾及亲生女儿的前途, 武断地把家里的积蓄拿去给侄子买房, 甚至不惜用武力镇压我, 博得她孝顺父母的美名, 在乎亲情的好名声。 既然这样, 我跟她也没啥好说的, 婚姻跟她的亲情相比, 我们都是草。 人性的博良, 只有真正伤到了自己, 才会有感触。 前夫被父母赶出, 房子被另一个侄子占有, 他也只能大度包容接受。 想让我跟他复婚, 给他一个老年的安身之所, 似乎是他想多了。 经过这三年的打工, 见到了太多的人性真相。 我不会再单纯地认为只要付出, 就能有回报的想法。 所以, 无论前夫如何发誓, 如何哭诉, 我都不会心软。 大不了, 等女儿安定下来, 我卖房走人, 跟随女儿安度后半生。 杨将曾说过, 婚姻到了一定程度后, 维系夫妻间的不再是感情, 而是彼此的良心。 前夫不打招呼, 把家里三十万存款转给侄子时, 就要想到今天的结局。 好心是人人要有的, 但前夫这样的烂好心, 伤害的是最亲的身边人和女儿。 将来, 他若需要女儿赡养晚年, 不知道前夫有何颜面跟女儿提出来。 我拭目以待, 前夫晚年会不会被他的侄子善待。 人都愿意有伴, 觉得身边有伴的日子会过得开心快乐, 就是伴随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尤其是人到老年后, 如果因生活琐碎或意外成为单身老人, 内心更想再找个老伴了。 生活里, 有的老人觉得一个人过日子太过清冷, 还是有个伴得好, 白天吵吵闹闹, 晚上相互挠挠背, 说说话, 唠个磕, 半个嘴, 一天的日子就过去了。 也有的人觉得老人, 在恩爱的夫妻, 最终也是要一个人走一段路程, 还是提前学会享受孤独寂寞的好, 再找个半不合心意, 再闹心, 折腾, 还不如安静地过日子好。 其实, 再找老伴, 也是因人而异。 现在生活里很多老人在找老伴只搭伙不领证, 觉得领证牵扯的事情多, 尤其家境好些的子女更是有意见。 院区里的梅阿姨和老李两个人搭伙了五年, 老李想跟梅阿姨领证再婚, 给她一个稳定的未来和保障, 可梅阿姨却说, 能够彼此相伴已经很知足了, 我不图其他的东西。 青素人, 62岁的梅阿姨, 我今年62岁了, 早已退休, 独生女儿在国外定居。 我跟前夫已经离婚了三十多年, 当年因为生的是女儿, 前夫是独子, 我被逼跟前夫离婚。 我跟前夫是校园恋情, 前夫的父母在单位里有些权利, 所以我们中专毕业后, 很快被分回前夫父母所在的系统上班, 因为我的外貌还算可以。 一米六五的个子, 南方人的身材, 再加上我是那种鹅蛋脸, 所以, 我第一次去前夫家, 公婆很满意, 就把我们分配到一起。 我和前夫上班一年后结婚, 生了女儿后, 我发现原来和矮可亲的公婆 不再对我笑了, 尤其是婆婆总是唉声叹气, 说自己就一个儿子, 以后连个孙子都没有, 怎么对得起祖先。 前夫最初也不在意是个女儿, 对我们母女还是很好, 可经不住婆婆和姑姐的挑唆, 最后在外面有了女人, 还怀了孩子。 婆婆直接找到我说, 只要你同意离婚, 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 因为那个女人怀的是双胞胎儿子。 我看着三岁的女儿, 知道自己是挽不回自己的婚姻家庭了, 只好痛快地答应离婚。 我提的条件是, 公婆帮我调到外省我们系统, 我不想守在一起, 心里难过。 前夫的父母说到做到, 我调走了, 带着我的女儿, 还有他们给我的五万块补偿金。 由于那时还是单位分福利房, 所以, 很快在前夫爸妈的关系下, 我有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我离开原单位的时候, 老李当时还是小李, 他跟我说, 他愿意娶我, 他愿意把我的女儿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我那时心已经死了, 对婚姻家庭彻底绝望了, 我还是走了。 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努力地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 考了很多的证书。 当时有很多人追求我, 有单身的, 也有离婚的, 也有事在婚姻里的。 尤其是那种有家的男人, 是我最为厌恶的, 自己不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家庭, 总想吃别人的豆腐, 他们找错了人。 当时单位里很多人传闲话说, 我跟领导有关系, 要不怎么会升迁得那么快?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别人的努力, 以为女人只要被提升, 都是依靠美貌。 女儿在我的影响下, 也很努力学习, 也是一路开挂, 考上了大学, 后来申请去国外读研读博, 最后定居国外了。 听熟悉前夫的人说, 前夫有一对儿子, 可现在也离婚了, 前夫的父母也走了。 我的内心既没有开心, 也没有伤感。 人生如戏, 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五年前, 我在云南旅游, 在去卢姑湖的旅游大巴上 遇到了老李, 他和几个好哥们 一起来云南游玩。 当时是因为我有点晕车, 我想跟前面的游客换下座位, 没有想到我们偶遇了。 在卢姑湖游玩的三天里, 我们几乎把我们这三十来年 想说的话都说了。 老李告诉我, 他的老伴走了两年, 自己也提前退休了, 独生女儿也嫁人成家了。 我们一路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老李的同行哥们羡慕的眼光, 他们还给我们照了很多的合影。 我们互留了电话微信,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老李也赶到了我住的地方。 他说, 他要见我, 只为圆了三十多年前的相思。 我跟老李就这样搭伙在一起过了五年, 老李什么都会做, 洗衣做饭收拾卫生。 每天, 我们一起去公园里打太极拳, 散步, 买菜。 午后, 我们坐在阳台的茶桌前喝茶, 聊天。 有时候, 我们一边喝茶, 一边闲聊, 能够聊一个下午, 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话题。 有时候,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看着窗外的风景, 能够一起年轻时的往事。 老李总是跟我提领证再婚的事情, 我不想那样, 一张纸而已, 能说明什么呢? 我只想永远跟老李这样, 即使将来我们之间谁生活不能自理了, 我们也会不离不弃地守护着对方。 其实, 生活里太多的领证再婚后夫妻, 过着过着就为了各自的小私利计较算计, 到最后还会闹到离婚地步。 我们这样真心真意地相伴在一起, 已经足够了, 我不想图牢里任何东西, 包括他的退休金, 存款和大房子, 没用, 只有人心最关键。 每次我拒绝他时, 我都会告诉他, 我什么都不图他的, 我只要他这个人, 其他物质方面对于我来说, 都是浮云, 我能够在老年在遇老里, 是上天的眷顾和恩赐, 我已经很幸福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有时真的不好说, 但有缘才相聚, 彼此拥有真感情的时候, 不必多么地浪漫。 只需一个眼神, 或者一句温馨的话语就足够, 真情里没有利益得失地计较算计。 有人说, 你越不在意什么, 就会越拥有什么。 梅阿姨没有刻意地在老年时寻找老伴, 却能够让他偶遇年轻时地追求者, 彼此牵手相伴五年后, 依然快乐幸福, 这就足矣。 人到老年, 什么才是最好的依靠? 不是金钱, 不是儿女, 而是有真情有爱心的老来伴。 眼里有光, 心里有爱, 时时都是最好的日子。 有情有爱相伴到岁月尽头的搭伙, 也能够演绎一段美丽的人生。 今天有网友投稿说自己今年六十岁了, 很想找个老伴, 不为其他的, 就是想有人陪伴自己, 因为一个人生活实在太孤独了, 他身体硬朗, 也不缺什么, 平时都是自己生活, 一个人虽然自在, 但是真的很孤独, 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李大爷今年六十岁了, 早年丧偶后就一直没有再娶, 因为他有一双儿女儿正在上学, 担心找了个后妈对他们不好。 李大爷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子女, 前几天确实辛苦, 好在有李大爷的妈妈帮村着, 儿女也很懂事, 没怎么让李大爷操心。 长大后也都考上了大学, 顺利地结婚生子了。 而女成家独立生活了以后, 李大爷觉得非常的孤独, 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家里的房子很大, 只有他一个人住, 常常感觉到孤独。 李大爷的儿子也想把父亲接过去一起住, 但是李大爷在城市待不惯, 更觉得难受, 并且人老了做什么都被嫌弃。 因为不习惯冲马桶, 经常被儿媳妇说教, 类似于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 李大爷也能感觉到儿媳妇的嫌弃, 以及儿子的无奈, 人老了确实讨人闲, 所以李大爷还是决定回家自己住。 在老家, 白天好歹也能在村子里串串门唠唠嗑, 就是晚上一个人睡觉觉得特别孤独, 有个头疼脑热的, 想喝杯热水都没有人到, 自己还得忍着病痛, 自己起来烧。 平时一些感冒发烧都不敢跟儿女说, 怕他们担心也怕耽误他们工作, 所以李大爷经常一个人熬过那些生病的日子。 年轻的时候, 大家以为结婚就是幸福, 但是真正在一起后又吵吵闹闹的, 日子过得很不安宁。 然而到了李大爷这个年龄才明白老伴的重要性, 人一辈子没有谁可以陪自己到最后, 唯一会陪伴自己的只有老伴, 哪怕两个人只是说说话都会觉得无比的幸福, 因为人老了都怕孤独, 身边有一个人在总有个安慰。 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李大爷也见了几个丧偶的大妈, 感觉都还不错, 想找一个合适的过完余生。 人到老年, 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的幸福, 作为父母的老大爷也交了差, 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 李大爷也想认真地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都说养儿能防老, 实际上能陪伴自己到最后的只有自己的老伴, 儿女大了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逢年过节地会回来看看老人家, 但是终归不会留太久, 年轻人也都喜欢自在, 几乎没有愿意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的, 李大爷也能明白儿女的想法。 但是每天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 李大爷非常孤独, 很想找一个人陪伴自己, 因为每当别人问他, 都六十岁了为什么还要找老伴时, 李大爷都会黯然神伤, 一个人独自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虽然不缺钱花, 但是真的非常缺乏安全感和陪伴。 没有谁喜欢一个人住在黑漆漆的屋子里, 一天到晚地不说话, 时间长了, 人都会被逼疯的。 每天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家里空荡荡的, 日子越过越觉得心酸, 以前儿女在跟前从来没有觉得孤单, 现在儿女走了, 李大爷觉得每一天都很难熬, 所以李大爷特别想找一个老伴陪伴自己, 每天一起散散步, 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回家讨论今天吃什么, 晚上聊聊村里的八卦, 一起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 网络上曾流行一个词语, 叫做空巢老人。 顾名思义, 一个家里只有老人在家, 如果是夫妻都在, 那么生活还不算孤单, 两个人还能够说说话。 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家, 那真的是非常孤独的。 老小孩老小孩, 老人老了就会像孩子一样, 特别怕孤单, 想有人一直陪伴着。 年轻的我们在外面打拼也许感觉不到, 但是当我们老了以后, 真的就会觉得孤单。 关爱老人不仅是从物质上, 还要关爱老人的日常生活, 人生在世, 为钱为名为利, 但是老了以后, 我们就只想有一个人 可以陪伴自己过平淡的生活。 这也就是为什么男人到了六十岁 还想找个老伴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老人也不例外。 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有人说话, 有人陪伴的平凡生活而已。 就算没有物质基础, 需要多加劳动。 他们也会觉得幸福, 儿孙满堂, 不如老来一半。 俗话说得好, 孝顺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最美不过夕阳红。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儿女就长大成人了, 慢慢远离了自己, 父母也变老了, 甚至都永远见不到了。 这时候, 还有谁是你最好的依靠? 应该是老伴, 始终牵着你的手, 一起慢慢变老, 一起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可是, 总有人因为种种原因, 到了六十岁, 还是孤身一人。 原以为, 一个人过日子, 也会很幸福,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不需要看任何的人脸色。 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六十岁以后, 如果没有人陪伴自己, 会不会活得很孤独? 昨天, 在办公室里, 几个同事在讨论黄昏恋的问题。 同事小伟的母亲, 今年六十三岁了, 她提出要找一个伴, 希望小伟能够理解她。 可是, 小伟却觉得, 莫名其妙冒出一个爹, 觉得难以接受。 因此, 小伟把黄昏恋的问题说出来, 希望大家给一点建议。 讨论的时候, 有人同意, 有人反对,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谁都说服, 不了谁。 一点六十岁的人, 找一个老伴, 就是老不正经, 就是给儿女添加负担, 真的不必找了。 前天, 小区王阿姨在和儿子王小虎吵架。 王阿姨离婚多年, 前夫去了海南发展, 他一个人把儿子拉着大, 现在儿子也成家了, 在上海工作, 他也六十多岁了。 王小虎本想接王阿姨 去和他一起上海住, 但是王阿姨不同意, 宁愿一个人在家里。 王阿姨说, 我在, 家里挺好的, 我和罗叔叔恋爱了, 我们准备扯正结婚。 王小虎听了, 就骂王阿姨, 妈, 你也几十岁的人了, 也不看看镜子, 一头白发, 一脸皱纹。 难道你还要去找一个老头子, 去照顾他一辈子吗? 你这是去给别人家当保姆啊? 王阿姨执意不去上海, 因此就和王小虎吵起来了。 在王小虎看来, 六十多岁的女人, 还谈婚论嫁, 就是老不正经, 给自己丢脸。 他还担心, 要是母亲结婚了, 家里的财产, 就会慢慢被别人占有。 万一母亲的婚姻不好, 也会给自己带来负担。 社区干部李娟, 找到王小虎, 给他做工作, 希望他能够理解母亲。 最后, 王小虎生气地说, 如果他们结婚了, 我就从此再也不回家了。 他们以后, 也不要指望我养老。 作为年轻人, 不认可老年人的婚姻, 一方面是因为自私心理, 使自己的生活很好了, 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是害怕没有面子, 担心老年人的婚姻, 会让自己背后受风凉化。 这样的担心,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谁都不想家里莫名其妙 就多了陌生的长辈。 二点六十岁的人, 找一个老伴, 两个人牵手到老, 真的走不动了, 还可以互相照顾, 也是美好的姻缘。 昨天傍晚去散步, 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李叔叔。 李叔叔是我们家的老邻居, 妻子过世多年。 李叔叔68岁了, 身体也大不如前, 长期在农村种地, 房子也是低矮的平房, 还常常漏雨, 现在, 李叔叔的风湿病很严重。 我问李叔叔, 现在是和儿女一起住, 还是一个人住啊? 李叔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去年冬天结婚了, 找了一个老伴, 过得挺好的。 儿女也孝顺, 每个月给我一千多块钱。 隔了一会儿, 李叔叔的老伴吴阿姨过来了。 李叔叔介绍说, 这是以前的老邻居, 几年都没有看到了, 和他聊一会。 吴阿姨说, 你一个人散步, 让我多不放心啊, 就怕你的腿没劲, 走不动。 李叔叔说, 哪里的话, 这些天, 好多了。 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 我由衷为李叔叔感到高兴, 人老了, 还能遇到互相体贴的人, 是何其幸运呢。 是啊, 人老了, 总有这样那样的病痛, 可是儿女都不在身边, 谁能够真心照顾呢? 还有, 一个人无聊的时候,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也是很难过。 有的老人, 和儿女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儿女不会真正理解老人, 两代人之间, 是有代沟的。 互相不理解, 一开口就是互相责备, 这样的情况下, 老人是不愿意和儿女生活在一起的。 人老了, 老伴才是最好的依靠, 互相成为了最好的保姆。 如果遇到真心相爱的人, 就大胆追求, 往后余生, 都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 做人, 不要活在别人的影子里, 要活成自己。 别人说三道四, 也只是嫉妒你, 羡慕你。 黄昏恋, 虽然不够浪漫, 但很真实。 两个人牵手同行, 才会活得更加踏实, 精神状态, 也会更好一些。 很多老人, 不顾儿女反对, 依旧要在一起, 其实是因为真心相爱了, 并不是别人眼里的半路夫妻, 互相算计, 同路不同心。 很多儿女, 也支持老人恋爱, 就是家里多了一个人吃饭, 也就是多了一双筷子, 同时也会多一些快乐。 起码自己出门的时候, 也放心了, 不会担心家里的老人怎么过日子。 巴尔扎克说, 晚秋季节, 还能找到春天和夏天错过的鲜花吗? 如果你可以找到的话, 那就好好珍惜, 因为你已经错过了年轻时的风景, 不能再错过晚年的风景。 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有一颗真诚的心, 任何季节, 都是风景如画。 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 不管你多大的年龄。